大家晚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開始呢 全世界掀起了一波新的罷客週 這個叫做Climate Strike Strike這個意思就是罷工 為了氣候而罷工 那為什麼呢 這是由小朋友 所以就連結到罷客 那當然啦 對我們來說 很像罷客真的很沉重喔 不讀書去罷客 但是這個代表是一個氣候行動 所以各位不要想像中那麼嚴重 罷客不讀書 事實上全世界很多的國家的 學校老師都帶著學生 一起趁著這天開始的未來一週 來做一些氣候邊遷的事 所以請大家務必要來了解一下 這個是由Gretha Thunbergberg 這是一個瑞典16歲的小朋友 所發起的 這次大概有156個國家 5000場次的活動 大概會有超過200萬人以上參與 所以不妨請大家一起來參與 跟你的小朋友聊聊天 你會發現這個談談地球的未來 你會發現小朋友比你想像中來得成熟 我們大人比反而很多 幼稚的很多 我們台灣其實天氣受到颱風外圍的影響 各位有沒有看得到東北風 所以今天北部都有一些雨勢 東半部也有一點點 塔巴颱風現在結構還不錯 預計會持續慢慢的往北走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離我們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們不會發布任何的海上警報 它大概在貢古島跟琉球的中間通過 這個是中心 大概會往北邊這樣通過 對我們不會有直接影響 但是這個整個會加強東北風或是北風 所以這個其實北部的雨還有這個溫度 都明顯下滑起來涼涼的 請大家穿長袖 要注意喔 這個有一點溫差要穿長袖 然後另外在未來這幾天 它會慢慢的這樣上去之後 會往這個 現在來看的話有點要往韓國 比較偏西一點點 影響韓國的機會會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可能是在日韓這個地方通過 所以日本的影響比較輕微 反而是韓國 韓國的南部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未來大致上會有一段的相對平靜期 還是有些低壓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還不成氣候 所以我們就持續拭目以待 但是下禮拜大概會有一段相對穩定的時候 請大家好好把握 那明天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雨要留意一下 北部的雨 這個就是整個外圍環流的水氣 陰封面的雨勢 然後未來這幾天 可能東半部有點短暫 或南部的短暫雨勢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這幾天涼涼的 晚上要注意一下喔 北部的朋友要注意穿著 建議穿長袖了 東半部 北東容易有些陣雨 今天晚上嗎 明天清晨留意一下 明天白天大概中午過後 這個雨勢會慢慢的趨緩 早上還是涼 你看有沒有看到霸到21度 有些地方就20度了 請大家注意穿著 不要感冒了 這個不是很冷 但是跟前一陣子 夏天穿著是不一樣的 請大家晚上要穿長袖 一定要注意一下 未來大概下禮拜 就會溫度慢慢的回升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塔巴颱風環流影響 北東雨勢明顯 到週六 午後 就會慢慢的減緩 這個大概雨勢 會到明天 禮拜六的中午 那早晚還是有點涼 留意一下穿著 下週東北風 會稍微轉弱一點 就不會那麼的強了 溫度會稍微回升一點 突然是看著 反而不可了 我們怎麼會 進來的 對 跟我們一陣子